最近娱乐圈出了一件大事情,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和意外。当时爆出来这件事情之后,当事人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,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短时间内很难承受民众的言语压力吧,需要一个调整的阶段。 在经过了两三个月的调整之后,当事人终于站出来向大家声明这件事情,并且很诚恳地承认自己的过错,而且还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。 虽然有关部门对他的罚款还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数字,但是能够得到范这样一个真诚的回应,我们大家的心中也感觉到非常的宽慰。 范也表示会尽快把资金筹备完,然后上交到有关部门,把自己之前犯的过错给弥补过来,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,即使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也不可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钱。 但是其实他并不是只有自己在努力,他背后还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人,那就是大黑牛李晨。 二人刚开始宣布恋情的时候没过多久就订婚了,但是却一直没有结婚的消息,这让很多人甘着急。 回顾他们的恋爱过程,我们也可以在一些综艺节目或者微博上看到两个人恩爱秀,两个人也经常成双成对的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,也不禁让我们非常羡慕这对情侣。 在经过了这次大事件之后,相信范也会改变自己,重新有一个美好的生活。 而且在自己的事业上面,相信他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,而且不仅是作品这么简单,更多的是带给大家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 而且为了弥补他的这次过错,李晨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,自己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去帮助他。 这也可以看出来,李晨是有多么的爱他,所以说,相信经过这次事情之后,李晨和他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,二人肯定会一直相爱下去,而且二人还宣布在这件事情过后准备结婚。 希望二人能够在感情当中收获彼此,有一个美好的生活。 下午时间刘涛也发朋友圈朋友圈声称8亿的罚款已经还清,不知道大黑牛在背后做了多大的付出。